多名圓警手持井棍辣椒水 与男子僵持不下 因为对方手里拿着菜刀 圓警看准时机 上前压制歹人 12号晚上8点多 新北瑞芳有一名50岁的 许姓男子手拿两把菜刀 出没在瑞芳火车站 沿着明灯录三段闲晃 让目警民众吓得赶紧报案 警方出动十多人赶往现场 发现许姓男子的精神状况 有些不稳 一见到警察直接转身拔腿狂奔 就怕他手上的菜刀会伤害到人 圆警赶快追赶上前 并喷洒辣椒水 将他压制在地 据了解他有多项毒品 及危害安全的前科 之前就因为药物使用过量 情绪失控 持刀在住处挥舞 当时已经有强制就医 现在却又发生类似状况 圆警也马上与卫生局人员通话评估 将他送往医院强制就医 幸好整个过程中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